这个女人竟然抛肤器皿 当初女人为了张绿卡嫁给这个至上男人 如今女儿一出生 女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对于智力有缺陷的山姆来说 做一个父亲真的很不容易 她是既要当把还要当妈 这天露西哭了整整一夜 幸好有邻居安妮指导 她才慢慢学会如何喂养小孩 山姆的朋友都和她一样有缺陷 他们会在周四聚在一起看录像 这八年来从未中断 但今天是个例外 露西刚刚睡着 为了女儿 山姆只能让好友失望 朋友们虽然抱怨 但每次看到可爱的小露西时 一切烦恼都烟消云散 山姆会带着露西上班 这样就可以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女儿 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山姆无法再带着她了 只好拜托邻居安妮照顾 安妮怕麻烦本想拒绝 但露西非常聪明 她学会的第一个词就是安妮 大家都担心露西会遗传智力缺陷 但很明显露西是正常的 她会问父亲很多奇怪的问题 山姆也会去尽力回答 虽然都不是标准答案 但是这些回答很温馨 直到有一次 露西问为什么你和别的爸爸不一样 山姆怎么都想不明白 只能一直说对不起 因为朋友和邻居的存在 露西的童年充满了阳光 安妮会手把手地教她怎么弹钢琴 朋友们会一起凑钱给她买鞋子 对于他们来说 露西就像是自己的女儿一样 露西知道自己的父亲 可能没有其他父亲那么优秀 但是她绝对是最好的父亲 因为山姆从来不会让自己难看 公开课上 露西忘了要讲的内容 山姆会耐心地为露西提示 并且安慰她说这些真的很难 但是别的小孩就没这么幸运了 她的父亲一直不耐烦地催促 好像孩子记不住就非常丢人一样 而男孩选的内容非常晦涩难度 很明显这出自大人的手里 以至于她整个过程都非常吃力 山姆每天都会为露西搅睡前故事 她最喜欢读的就是绿弹架火腿 因为只有这个故事里的单词她都认识 露西也能理解父亲的难处 每当山姆念其他故事磕磕绊绊的时候 她就会让山姆读自己擅长的 并表示自己最喜欢这个故事 可这一切都被一个战奸女毁了 这个只有七岁智商的男人 竟然因为嫖娼被警察给抓了 原来山姆不幸被一个坏女人盯上了 更不幸的是 刚好又被警察抓个正照 这件事引起了社会工作者的注意 他们考虑的重点不是这起案件 而是山姆和露西的状况 一个智力水平只有七岁的弱智 能不能做一个合格的父亲 处于儿童权益考虑 他们正在为露西寻找新的监护人 露西七岁生日 山姆精心准备了生日派对 但是却发生了意外 同学康纳当着露西的面告诉山姆 露西说过山姆不是她的亲生父亲 因为露西是正常的 而山姆却是一个弱智 这本来是一个小女孩的牢骚 但是却被别人当着这么多人没说了出来 露西非常愧疚 于是惊慌地跑开了 刚好社会工作者凯格洛小姐也在场 她以山姆无法控制情绪以及心智障碍为由 对山姆提起了工作 法官说得很清楚 山姆可以自己找律师进行二次诉讼 但是在此期间 山姆每星期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探望露西 朋友们从黄叶最醒目的位置 找到了律师事务所的地址 本来山姆没有这样的机会 但事务所的临时公务以为山姆是预约的客人 才让她坐了下来 接待山姆的是工作狂丽塔 既然搞错了那就算了 丽塔本打算随便应付一下弥补这个错误 可没聊几句她就明白了 山姆智力方面有缺陷 于是她也不再当回事 开始处理其他事务 丽塔是一个典型的事业女强人 但同时也是一个失败的母亲 她努力想去做好 但是每次都很失败 对于儿子威力 她是既想去陪伴关心 又因为工作而没有时间 每次和儿子通电话都不欢而散 丽塔彻底失控了 一脚踢伤了为儿子准备的糖果 等丽塔冷静下来 山姆告诉她 如果你的儿子被人带走 你会不会找个能言善变的律师 尽一切所能地打赢这场官司 本打算拒绝的丽塔语气委婉了一点 她告诉山姆自己会帮她问问 山姆此后也有空就去找丽塔 丽塔的同事看到后非常鄙夷 连智力缺陷人的钱都赚 丽塔碍于颜面 只能撒谎说这是做公益 起码要向真性的帮助以挽回颜面 在这期间山姆见了一次路西 她依旧那么本 连精心准备的蛋糕都摔碎了 但是路西不在乎 她非常懊悔自己在生日会的表现 更为自己曾经说过的话后悔 但这一切已经无法挽回 她现在只想和山姆在一起 山姆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丽塔 但是她的出现也给丽塔制造了麻烦 客户看到她为一个智力缺陷的人服务 纷纷投来一样的眼光 丽塔接手案子后 很快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她需要证人 证明山姆虽然智力缺陷 但是并不影响她成为一个好爸爸 可山姆的朋友都和她一样有智力缺陷 所说的话并不能让人信服 她需要一位接受过高等教育智力正常的人 山姆想来想去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她的邻居安妮 但是安妮拒绝了 因为她也有自己的问题 庭审时山姆很困惑 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一个好父亲 对方律师刚好抓住这一点 来否认山姆不具备做父亲的资质 而丽塔的反击也很有力度 每一个做父母的都会被质疑 并不是因为能力 而是责任和爱 因此山姆的迷茫是正常的 丽塔找来了一位心智健全 有良好教育经历的父母 她的母亲同样有智力缺陷 丽塔想通过这个活生生的例子 来证明智力水平和为人父母 没有直接的联系 本来一切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露西的小聪明让这一切化为泡影 山姆告诉露西不用担心 她不会让别人带走她的 露西却告诉山姆 和她一起在福利院的小伙伴 她的父亲也是这么说的 于是露西带着山姆逃走了 这件事影响非常恶劣 没人会怪罪一个孩子 这一切的错都是山姆造成的 星巴克的经理也来到法庭帮助山姆 他想证明山姆是一个好员工 也觉得是一个好父亲 并且打算给山姆升职 安妮也走上了法庭 她的言谈举止到位 她唯一的担心就是露西被带走后 这份缺失的父爱要如何弥补 但是对方律师非常不厚道 以安妮常年封闭不外出为由 将她的证词驳回 丽塔最初只是随意应付 但随着和山姆的接触 她发现这个男人身上有种魅力 会让所有善良的人喜欢她 会不自觉的让人觉得亲近 就连她那沉默寡言的儿子威力 也和山姆相处得非常愉快 如果说在法庭上丽塔是山姆的老师 那么关于教育孩子方面 山姆就足以指导丽塔 山姆告诉她 其实和孩子相处非常简单 就是多花时间陪伴 当孩子嘴上说不要你陪她时 其实他们心里是非常希望你在她身边的 丽塔照着山姆说的去做 效果果然显著 两人的关系也从最初的客户发展成了朋友 后来露西被人收养 山姆心灰意冷的时候 丽塔都没有放弃 她还在努力的从各种途径为山姆争取权利 但是山姆智力缺陷的硬伤 让他们这场官司注定失败 丽塔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 她告诉山姆 或许我们可以接受这个事实 更加实际的权益 比如不被限制的去探视露西 山姆为了能更方便的见到露西 她辞职了 将加班到收养露西的家庭附近 露西的养母最初很反感她的出现 但山姆的执着以及这父女之间的爱 让养母为之动容 两人达成一致 他们共同抚养露西长大 或许每个孩子最需要的不是毛绒玩具 而是父母那最淳朴的爱 她无关于物质 也无关于背景